各位你可以來看一下就是我們把人找進來 那麼你可以找找看 在人這邊 人這邊其實他有兩個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事實上 是還有關節可以動 也就是說 你現在平常如果你這樣找一個人進來 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姿勢對不對 但是其實 他有 兩個 哪兩個呢 應該是 一個好像是這一個 我把它丟出來 點他兩下 對 這一個 我怎麼知道有還是沒有 你把那個模型點兩下之後 如果 你有看到他有個叫修改姿勢 這個就是有的 就是有的 這個呢其實是好像是5.6左右的新功能 好那 你如果不好找也沒關係你可以先找一個地方 你找我們那個類別裡面有一個叫雜像 第7個這個雜像 有一個 你一定看過的 雜像 你看找一下雜像 有一個叫模特 模特的那個模特 你看我找給你看 好找到了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模特 模特 外面不是有在賣這個嗎 木頭做單 有齁 所以 各位 我把它丟出來 我先把它變大隻一點 看起來好像還好 這一隻 有沒有一個叫修改姿勢 按下去 如果你覺得 嗯 叫他舉手一下有沒有 Say hello一下 叫他 腳 抬高 有沒有 你還可以轉轉喔 按住滑鼠拖曳 有沒有可以不同的 這個 如果你確定了 確定 確定 有沒有姿勢就變了 這樣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但是他目前這個不多啦 就是 這裡有個男生 然後還有一個女生 再加上這個模特 這是他比較特別的 有這兩個模型 你在人物動物裡面 還有一個女生 他也有 只是我忘記是哪一個 我看到了 這裡有一個 女人這一個 這兩個 點兩下 只要你有看到修改姿勢 按下去 哎 他就可以 因為有些時候 比如說你坐著啊 對不對 那那個角度可能不太對的 你就可以自己稍微怎麼樣 運動一下 對不對 抬腳 你可以轉轉看 確定 確定 這樣 就有不一樣的姿勢出來啦 這樣OK嗎 所以 你可以自己決定一下 看你要找 什麼樣的人進來 那 另外呢 我們再補充一下 如果你們家 像這樣子 你在看的時候啊 需不需要一個 圍籬 對不對 庭院應該沒有 不是當公園嘛 呵呵呵 所以要有個隔開的 那你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找找看 在這邊 你在戶外裡面 其實他現在圍籬有分幾種 一種是說 我真的就像圍牆嘛 我找一個圍牆 放進來 那他現在呢 也有這種矮的圍籬 你往下找有沒有這種 樹梨 有高的 有低的 你也可以用這個 像在這裡有樹梨 這裡有樹梨有沒有 像這樣 那如果你是要找 一般的你也可以找 柵籃的柵 還是藍 應該是柵籃的柵 喔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你找柵會找到更多 如果你找的是柵籃的柵 應該是藍啦 應該是找藍 藍杆的藍 我記得 藍還是柵應該會很多 應該不只這幾個 你就可以像這樣丟出來 對不對 來我問一下 各位 如果你是做這樣子 你把它拉很長 會好看嗎 你看喔 我把它變長一點 按著它 拉拉拉拉拉 有沒有變很長 可是這樣應該很難看吧 對不對 這樣不好看啦 所以 你可不可以重複出來 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 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它重複出來呢 當然你直接複製貼上是一種方式 但是我們有更快的方法 怎麼樣的方法呢 來我把我的快速鍵秀出來 你看我按住 Ctrl鍵 有沒有下面有寫 Ctrl鍵 對不對 我按住的時候 拖曳 你就會發現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一個加號 法組的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加號 表示這樣是複製喔 Ctrl鍵按著拖曳物件的時候就是複製 但是我希望怎麼樣 水平的移動或垂直移動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再多 搭配個快速鍵按住Shift 所以你看我現在這邊 我按住Ctrl鍵的時候 再加按Shift 這個時候我拖曳 我就會水平或垂直的移動 這樣有沒有清楚 你看我現在放開 這樣子 有沒有就兩個了 那兩個可不可以變四個 可以 我按住Shift加選之後 我現在呢 Ctrl跟Shift同時按著 一拉 有沒有兩個就變四個 這樣子比較快 那 你應該知道 可不可以變四個 四個再變八個 一樣的方法對不對 當然你如果覺得我從這裡不好選 沒有關係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這裡 有沒有比較好選 按住Shift 是不是拉下來了 當然如果你覺得 實在懶得這樣子 以前是可以用 按著拖曳啦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 我用丟滑梯的 按住拖曳 按住拖曳 它 有沒有這樣就全部選起來了 選好之後這四個 我再來 Ctrl按著加Shift 四個又變八個 是不是這樣就過來了 那後面的也是一樣 在這邊 我再拉 你就看你的 這個夠不夠 好我再拉過來 可是各位應該有發現 如果我這樣用的話 有一個小缺點 有什麼小缺點 請問間距會不會一樣 不會對不對 因為每個間距都會有一些差異啊 那怎麼辦 如果你要把它做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 好我先全部選起來 你看這邊 跟我們用那個 美工軟體一樣 可以做對齊 跟平均分配 你看我現在先把 所有的選起來之後 我找到這個地方 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家具 喔 你有沒有覺得 這裡看起來 這樣就很清楚了 因為我現在有選到兩個以上的物件 就可以做對齊嘛 還有什麼 彼此之間的那個距離的分配 我先對齊一下 看起來有沒有都對好 好都靠上面對齊 好 看一下喔 確定都對齊好了 再來我就告訴他 麻煩他幫我把 水平的間距也稍微分配一下 有沒有 水平的間距我可以分配一下 那他就會以最左邊跟最右邊 當作是你的基礎點 這樣我可以確保 每一個 你看這邊每一個柵欄 有沒有距離都一樣 中間間距都會變得一模一樣 這樣會了嗎 可以齁 所以這邊好了另外一邊應該就一樣吧 按住Ctrl加Shift 一拉 有沒有上面就不小心就順便好了 當然你這個 門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調整 這樣會不會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試看看 看看你們家的這個 想要用什麼方式把它圍起來 你要用樹的啦 用這個柵欄的 其實都ok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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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